看起來美食真的好好吃 好優秀喔 你不要再擋在我鏡頭前面啊 幹嘛這樣子 我跟你講 最近在苗栗這裡 有一個美食冒出了頭 是由兩姐妹負責 一個負責甜點 另一個負責少見的 澳市早午餐 是不是 但現在都什麼時間 來吃早午餐 這有什麼關係嗎 現在人哪有分早餐午餐的 我有分啊 就這樣 這兩姐妹也很受歡迎啊 什麼兩姐妹也受歡迎 就是做這個 早午餐的姐妹也很受歡迎 而且她媽媽 你知道 你的人家媽媽 不是 她媽媽也很歡迎我們 反正就是吃澳市早午餐 你不要 你這樣很怪耶 怎麼說 你確定老婆 跟丈母娘 不會看你的節目嗎 我丈母娘跟老婆 我都叫他們不要客氣 是說胡鬚嫂跟胡鬚媽 有沒有看都無所謂 反正你常在節目上 講一些江西的方言 還有身體不好跟陽 光攝取不足 全世界都知道你的身體啦 想必他們也很快就會知道了 不過說這間真的是很有特色 除了有少見的澳市早午餐之外 這裡的甜點也是讓人驚呼連連喔 我已經等不起一起慢火了 I'm coming 我跟你講 兩姐妹一個負責甜點 甜點等一下會很令人驚豔 另一個呢 就負責叫我們所謂的澳市早午餐 類似新鮮蔬果 對 我剛剛跟老… 你說無憂無顏色 健康養生一點 對…你怎麼知道 然後他們說 就是要新鮮 這些一定都是當季 然後當天的水果 溫雞肉沙拉 所以它是有溫度 溫雞肉沙拉 我們先吃 先吃雞肉 我覺得非常養生耶 它的雞肉完全沒有一點油脂 沒有油脂 沒有油脂 然後呢 嚼起來非常的舒服 它上面有淡淡煎過那個煎的香味 香味 出肥方式非常麻煩 對 但是它可以把雞汁鎖在裡面 那你外層就不會吃到那種煎啊 或者是烤的油 不會 它吃起來一點油脂感都沒有 都沒有 然後它的醬 它裡面有蜂蜜剪模醬 也不會過甜 而且走的是淡雅路線 而且我剛剛有吃到這個 萬壽 芳香萬壽菊 芳香萬壽菊 它是可以生食耶 好好吃喔 它可以啊 芳香萬壽菊 它這個蔬菜吃起來很健康 它應該是有用橄欖油上去拌勻 橄欖油要 對 然後加一點點那些那種黑胡椒 黑胡椒 然後再一點點的香料下去 所以它其實應該是水煮了之後 再有點冷拌 對 其實早餐一開始的話 我們現在不是都在強調吃 好的優質 食物的原型 沒錯 大家做這個 雞肉啊這個 我覺得這個超推薦的 因為這雞肉溫沙拉 網路狂推耶 網路狂推 難怪難怪網友們狂推猛賤 說來到這裡一定非是不可能 就是這一道雞肉溫沙拉啦 把雞肉輸肥過後再進一步相煎 煎過的輸肥雞香氣逼人 再加上店家手作 甜而不膩的蜂蜜芥末醬 最後擺上豐盛的蔬果拼盤 還有那畫龍點睛的芳香萬壽菊 剛起床來上這一盤 整天都活力滿滿了 班尼迪克在各個料理裡面 就是這種水波蛋 我覺得是萬年不倒的餐 那個店 當然啊 它真的很受歡迎 而且我跟你講很酷的是 我們今天竟然是講 苗栗客家美食 對啊 好 這上面 就是自己手草的客家遊蟲 哇 我要切它 妳就是把它弄起來 妳要切它可以… 切它也一半這樣子 那我切這一顆 這樣漂亮 好 妳這是菜單專家 好久沒拆了 看起來好棒喔 天啊 水果 好吃耶 我覺得它的荷蘭醬偏酸一點 妳居然知道那是荷蘭醬 早午餐很常就是點班尼迪克蛋 因為你不想吃太油 你吃太多的東西 想要吃蛋的話 我覺得班尼迪克蛋是好選擇 蛋非常的好吃 可是蛋你要讓它有 配合它的味道其實不容易 所以它用那個荷蘭醬帶點酸 它會引出那個蛋的甜喔 它的搶戲讓我搶得非常喜歡 就是那個油蟲 對 它油蟲的口感會很像 因為蛋是軟嫩的嘛 但是那一個油蟲酥是脆的 然後它油蟲的香氣很棒 這一個除了蛋 班尼迪克蛋之外 我們下面這個一定要吃 就是培根 不是… 培根加它的麵包是酸種耶 我們只聽過糖種 酸種是什麼 酸種就是比較用自然發酵的 讓它麵包有點酸 酸味在 這叫塔魯米 起司 比較厚的其實 它裡面有酪梨耶 對 就酪梨 酪梨整層 好棒喔 它酪梨就是用簡單的調味 讓那個酪梨醬 調完之後 吐在這個酸種的麵包上面 然後再搭配起司 然後配根 很OK 它整個層次是有的 從湯種的酸呢 淡淡的 然後酪梨的油脂 鹹香跟培根搭配在一起很棒 最後就是上面那個塔魯米的起司 這整個很好吃耶 那麵包真的是酸酸的耶 它的酸那種很淡很淡很雅的那種酸 所以你咀嚼每一口 它都有那個微酸的那種成分在 有 一點點是酸香味 超好吃耶 我也沒吃過酸的 我會覺得切這麵包在那邊吃 淡酸的麵包真的很好吃耶 對 然後配酪梨醬 就是你一般白吐司配酪梨醬 你可能還會覺得有一點點單調 因為酪梨本身有太多的味道 然後吐司如果又沒味道的話 你這樣吃會覺得好像 這一坨就是 它這個怎麼可以取名叫做班尼迪克 它應該要取名 酪梨酸種 培根 班尼迪克蛋 酪梨酸種 班尼迪克蛋 酪梨醬油蔥酥 那這樣要怎麼點啊 老闆娘 麻煩幫我來一份 酪梨培根 哈魯米起司酸種 佐油蔥酥酥水波蛋 讓我喘口氣 這麼饒舌的菜名 我們還是乖乖的叫 班尼迪克蛋就好了啦 看你就知道這道料理 老闆娘用料沒有在手軟 就是要你吃好吃滿 吃完澳式早餐 接下來又到了 小姐姐的甜點時間囉 兩姐妹 姐姐負責 早午餐的 先早午餐 妹妹就做甜點了 對啊 而且現在草莓 竟然可以不點一個草莓 而且我跟你講 苗栗大福的草莓 有夠好甜嗎 還要講嗎 你還有哪裡的草莓比這好吃 奶油 西風蛋糕 然後乳肉慕斯 哇 這整個也是好費工的甜點 對啊 它裡面是有餡料的耶 你看 怎麼樣 還是要大壺草莓是不是 這時候的草莓 你完全不用擔心怕被酸到 一口下去就對了 一口下去就對了 因為夏天的草莓可能還會小心的吃 很細 他們草莓真的好好吃喔 好好吃 酸度也夠 甜度也夠 然後草莓的香氣很足 一點點微酸 一點點微酸 很棒 但甜度很高 重點是他用的那個奶油 上面那個奶油 奶油好好吃喔 我要講 絲滑 絲滑 絲滑落實際 很像融化的巧克力 絲滑 很高 很像融化的巧克力 那種感覺 對 當你正在想說 那絲滑的時候 草莓味道 酸度 甜度 冒出來 那個一點點的酸度 開始注入在你的嘴巴裡面 你們兩個別在那邊絲滑絲滑了 不然大家以為 我們要葉配什麼水晶之類的 沒有... 這草莓福蓮採用 極品嚴選的大壺草莓 除了上層自己手打的鮮奶油之外 中間還有清爽的乳肉慕斯 上下兩層綿密的香草海綿蛋糕體 這天衣無縫的搭配 不論你是要獨享還是要分享 都沒在啦 下一段 料理隱藏版美食 各式古早味串烤 沒吃過別說你來過 還有這晶瑩剔透 有如翡翠般的水餃 好吃到你瘦不鳥